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小刘同学 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呢,房车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东西也逐渐走入了我们大众化的视野 那我们之所以选择房车,当然是因为房车的功能比较完善 第二个可以大大提升您整个旅程的品质 但是许多车友在选择房车的配置的时候啊,会考虑要不要安装洗衣机 可以说洗衣机这个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家家户户都具备的 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因为洗衣机这个物品确实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是这个物体和我们的房车两车之间真的可以兼容吗 大家都知道洗衣机的正常运转是需要水和电 那这两种耗材对于房车来说是非常稀缺的 毕竟为了不增加质量的消耗,一辆房车的储水和用电都是保持在满足日常消耗的范围内的 那我们在房车旅途中用洗衣机的话真的很费水费电吗 在我们的房车旅途中到底能不能用到洗衣机呢 我们今天就以实测的方式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进入到车内呢 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控制面板上面一个电量还有清水的状态 那事项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条毯子 我们现在来清洗一下它看看用多少水多少电呢 现在我们打开洗衣机 然后可以看到它成了一个是标准的模式 那我们现在将毯子放进去 看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对水电的消耗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点击开始 好它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在它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准备了一台手机一侧 我们视频的真实性 来给大家放置在这里 计时一下我们洗衣机的这个时间 在洗衣机的正常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 一位车友在前几天的反馈当中说 洗衣机真的是帮了他的大忙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 在春节期间很多车友都会去南方过冬 那在海南过春节是众多车友的第一选择 但是现在的南方的天气是比较潮湿的 那也正是回南天的时候 冷空气走后 湿气流迅速反攻至时气温回升 那空气中的湿度就会迅速的加大 所以就会经常遇到阴雨天气 那如果你有在南方的朋友告诉你 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过太阳 一定不要觉得特别的惊讶 因为在南方会经常遇到这种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出去了20多天 有半个多月都在下雨 那遇到这种的情况 天可以不放晴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换洗衣服 但是当您的车上面没有洗衣机的话呢 就需要用手洗 那手洗就既费时又费力 对水的消耗呢是非常大的 然后还需要在车里面晾干 那因为车外在下雨 并且湿气足够大 对车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并且我们的衣服可能就是说 还没有晾干 反而更加的潮湿 但是如果我们房车上面 安装到有洗衣机的话呢 你就可以将更换下来的衣物 塞到洗衣机里面 可能您喝个茶聊个天的功夫 它就已经要洗好甩干了 那如果你安装有这种烘干功能的洗衣机的话呢 就更加的方便洗好之后就直接可以收起来 也不占用我们卫生间的空间 一几两得 合了而不为呢 现在已经洗好了 我们现在将毯子拿出来 并且到控制片板这看一下水和电的一个消耗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电的话是24% 也就是消耗了80的一个电量 然后水的话是消耗了9升 像刚刚的测试呢 我们是消耗了80的一个电量 90的一个水量 所以现在像这样的数值 相信解决了大部分车友的一个疑虑 那最后祝各位车友出行皆顺心 万事皆如意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